走进店里面 放眼望去清一色的越南美女美发师 全都穿着宝蓝色的景深小洋装 低胸的设计 让美发师在工作的时候 时不时露出性感小乳沟 也成为店内的招牌特色 他们的服务从头到脚相当完善 一开始仔细地替客人擦洗双脚 双人服务修剪手脚的指甲 仔细地刮去胡子后 还贴心附上冰镇按摩脸部 以及专业的挖耳朵服务 最后移动至小房间内进行双人运动 彻底退去全身的疲劳 全程的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 费用约为台币250元到310元 超值的价位吸引不少观光客前往 许多到越南旅游的观光客 都会去体验传统的男性理发 这里可以享受到洗脚 修剪指甲 刮胡子 挖耳朵等等服务 还有越南美女美发师 替你全身按摩的高级享受 可以说是CP值相当高的行程 正所谓醉翁之一不在酒 国外不少理发厅会 打造自己的专属特色 建立品牌形象 借此招赖顾客 而越南和那一间连锁理发厅 近日在网络爆红 原来是由粉砖分享了 一系列理发厅内的照片 纸线里面的美女设计师身材 教好笑容可居 全都穿着 贴身上衣以及短裙 让男网友看得目不转睛 相信大多数人出国旅游时 都会特地去吃当地的美味小吃 以及去欣赏当地的美丽景色 但是很少会有人 选择要去体验当地的理发店 不过 要是你前往越南旅游的话 就绝对不能不去理发店走一趟 否则你可是会吃亏吃很惨啊 一位网友在去年12月 分享了一段影片 当时的他 特地前往越南理发店 想要体验一下 当地的理发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没想到 一进到店里 缺乏现服务人员 都是年轻的美女 而且还穿着连身短裙 完美衬托出前突后撬的完美曲线 至于价格方面 也是非常的便宜合理 全套服务约为一个半小时 费用为14万越南顿 约薪台币185元 再加上5万到10万越南顿 约薪台币66元到132元的小费 理发小妹 除了最基本的洗头和吹头发的服务以外 还会提供顾客洗脚 挖耳朵 修指甲 头部按摩 及刮胡子等服务内容 只要你想得到 在这间理发店里 全都能够帮你做到 不仅如此 理发小妹还会 替顾客进行脸部保养 她除了会先帮客人修剪鼻毛 接着就替客人敷脸 并且在同时间帮忙按摩脸部 甚至还会拿出自制的天然丝瓜膜敷脸 只能说服务 真的是很周到 这part感觉女生也超需要 一片片敷上纯天然的手工丝瓜面膜 光用看的 就感觉超保湿 又超舒服 而除了上述的服务内容外 理发小妹更会帮忙客人全身按摩 无论是手臂还是肩膀 能按的地方 就绝对不会放过 更棒的是 理发小妹更会直接踩到客人的背上按摩 想必所有男性顾客一定都会在这时 忍不住露出幸福的笑容 基本费用再加上小费 顶多也才200至300元左右 但顾客却可以在里发电 享受到这么多元的帝王及服务 下次来到越南 一定要来体验看看才可以 最近这些年 东南亚国家深得各国游客的喜爱 他们不仅地理位置优异 整体物价消费还比较低 为此也成为工兴族的首选出国旅游目标 经常去越南旅游的朋友就会发现 有许多导游都会热情推荐当地的理发店 难道是导游收取他们的费用来打广告的 然而 体验过的男游客却也表示 理发店的技师手艺高超 十分专业 很值得来 越南理发店的名气 在世界是很靠前的 他们的理发店不仅仅是简单洗简炊 游客来到这里 就等于从头到脚全部清洗一遍 而在理发店的女技师都技术 非常好很专业 让顾客有较好的旅游体验 如此划算又好的服务 自然值得推荐了 所以导游才会很热情推荐当地的理发店 此外 越南理发店技师多半是女性 而这些女性心思都比较细腻 在洗简炊之前 他们会先帮助顾客洗脸按摩 把脸不弄干净后 再全身按摩一遍 而有些游客体验过程中 因过度放松而睡着了 这也体现他们技术的高超 还有一点 这些女技师都很善于沟通 我们可以编理发编 他们聊聊本国有啥好玩的景点 这样一来 自己的旅游体验会更加丰富 如此看来 并不是导游忽悠游客 去那里强制消费 而是这些理发店的口碑很好 体验过的游客都觉得物有所值 这才吸引住大量游客的前往 要是去越南 不去理发店按摩一下 那就等于去泰国 没有体验过泰国推拿一样 那不是白来了吗 导游也是希望我们 在旅程中有很好的旅游体验 才会推荐来到享受很优质的服务 在越南 其实美容美发行业 是全球极为出名的 毕竟作为一个科技 制造业都尚未开发完全的国家 想要赚钱的话 服务业必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 现在每年去越南旅游的人也不少 其中 大部分游客在出门旅游 都是愿意花钱的 而越南人也是抓住了这个特点 也让越南人的理发店越来越多 而这些专门接待游客的理发店 收费都比较高 而为了让游客物有所值 除了剪头发外 理发店当然要提供更高级的服务 在这里不仅给你细致的修脸修眉 而且 在剪完后 还给你护肤 掏耳朵等等 感觉十分享受 而在这些理发店 都有按摩师 而且也都是美女 动作又温柔 真是说不出的体验感 这样的越南理发店 假如你去到越南 你想体验一下吗 这一集解密到此为止 订阅我 我将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的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